張戀雅出席首映禮並不是什麼怪事 最怪就是她出席恐怖片首映禮的時候 竟然收起性地什麼都不說出來 她還說天氣轉動關係 你敢說我敢聽 說真的,恐怖片你喜不喜歡看的呢?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戲夜晚 兩、三年的時候我自己在家 其實關閃閃閃閃閃的燈 然後自己去看 這個人最恐怖的 不用一人都有在身邊陪你 很浪費 因為平日我已經看到以前的男子 她們經過我 既然喜歡看,有沒有考慮一下 接拍恐怖片的嗎? 我覺得如果我現在拍的話 好像都過了這個負草路 所以我就剃一下就可以了 不過我一、兩年前應該都不會拍 張戀雅過來撐場 現場還有兩位女主角 林希和趙哲宇在這裏 拍這些特別的事情的時候 相信師傅 總會疼著某一、兩個女孩 是誰呀? 其實沒有她對某個女孩都很公平 哪個好呢? 哪個多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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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乖呢? 哪個乖呢? 其實我覺得心想多疼 因為心想多疼呢? 哪個多疼呢? 找回師徒發證 對著一班女孩肯定很多 錄事發生的 她們平時拍攝的過程當中 頑皮不頑皮呢? 沒有過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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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防釋的時間呢? 沒有過乖呢? 沒有過乖呢? 所以就不會說有過乖呢? 是我們搶的 不可乖呢? 沒有過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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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家的夢想多疼呢? 感谢观看